美國商務部在9月18日星期五 美國東岸時間上午發表公告 為了保護美國國家安全 商務部從星期日也即是9月20日起 將開始取締和微信和抖音海外版TikTok相關的交易 商務部高級官員在同日上午表示 在星期日之後這兩款應用程式 在美國還會保留部分功能 但它的功能將會弱化不能更新 商務部發表的公告 為了回應特朗普總統2020年8月6日簽署的行政令 商務部在今日宣布取締和微信和TikTok 移動應用程式相關的交易 以維護美國國家安全 中國共產黨已經顯示了利用這些應用 來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外交政策 以及經濟的手段和動機 今日宣布的諸巷取締措施 結合起來將會取消這些應用程式的接入 大大降低了它的功能 從而保護在美國的用戶 公告當中還表示 商務部長羅斯說 今日的行動再次證明 特朗普總統將會揭進全力保障 美國的國家安全、保護美國人民 是免遭中國共產黨的威脅 按照總統的指令 美國已經採取了顯著的行動 抗擊中國惡意收集美國公民的個人資料 同時推廣美國的國家價值觀 以及基於規則的民主規範 積極執行美國的法律法規